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媽祖慈悲大家好 有位同學在我們 《易德媽祖》網站的討論期 來問到說 我們要抽籤 抽籤出來要 把三聖杯 這個籤才算是媽祖給我們的籤詩 有時候很快 我們就會抽到一支籤 有時候呢 好久好久了 那兩杯吃三個聖杯 那這個時間的長短 是不是跟我們抽籤的技巧 那神人的一種感應 互動 道交感應的關係 還有 恩親在職來障礙 這三項目 三種項目有關嗎 來問師顧問 管理 抽籤要抽多久才抽得到呢 我個人的經驗跟心得是這樣子的 三種情形呢 項目呢 都可能會發生 第一個 抽籤的技巧 如果抽籤 如果抽籤 就抽老半天抽不到 那神人的感應的程度 不夠 所以沒有幫你感應到 所以也抽不到 死而有抽得到 死而有抽不到 那加上呢 恩親在職來阻擋 對 三個答案可能都對 都可能 所以抽籤呢 寶貝呢 真的需要一些知識 還有一個經驗跟謀念 自己要去練習 練習再練習 那首先呢 最重要的是 就是 人神的一種 道教感應 你一定要有三歸一 非常信仰某個佛 某個佛 然後會寫他的佛 所以 天上聖母經又有講的 像媽子呢 就是 宋經禮佛簽成 宋經禮佛就是 他會 念經典 寫經典 有寫這個佛 這個神 這個佛的佛 那禮佛當然就拜神 歸一某個佛 歸一個神 你要很謙誠 這三保裡面的佛跟佛 當然還要加上跟神 學習如何抽籤 所以你一定要先修三歸一 要先信仰媽子 知道如何去抽籤 溝通的方法 然後一定有老師 來教導你如何去抽籤 比如那個籤子 自己拿起都放下去 那根本就不會跑出最高的一支籤子 這樣顧問就會教導分享 你要把它籤子整個歐起來 然後稍微轉半籤 轉半籤讓它掉下去 自然 籤子會有卡字 就會跑出一個最高的 選最高的 選最高的 當然你要了解 你的心不能靜 安不能接通 就由恩親代子來干擾 還有某種負面的能量來干擾你 所以你抽不到 所以我們事先要先將 要問的事情 用紙章 文詩先寫好 秉明清詞 然後再來請示人們開始 來擲筊 然後問可不可以抽籤 你要這個程序 要有人教你懂得如何去抽籤 要有人教你懂得如何去抽籤 所以抽籤技巧要懂 那禮佛謙誠 宋經禮佛要謙誠 要歸一佛歸一佛 那沒有恩親代子來擋你 平常你要多禮佛 多懺悔 或者在人生重要的決策的時候 恩親代子就來擋你 沒有明師 沒有神明來指導你 讓你事非公辦 那就真的是有人來討報 所以這三種可能 都可能發生 都可能發生 所以我們想抽籤 寶貝來請示馬子 藉由馬子的指示 讓年生能事半公倍 做出正確的一個決策 選擇 我們平常要 誦經禮佛謙誠 禮佛就是懺悔 因為你有拜這個佛 信仰這個佛 會跪拜 會供養 就在懺悔 然後寫法 你會練清 你的法界性要能提升 你自己的功德力 要加強 要加強 那神火才來加持你 再來指示你 才來幫助你 宗教信仰的三種力量 法性的自然力 自我努力的功德力 還有神火的加持力 三種力量 你一定要去加強 所以你抽籤就很快 因為你跟馬子的關係不一樣 你真的是歸一他 信仰他的三寶 恭敬他的三寶 學習他的三寶 供養他的三寶 你真的有三歸一 然後最後一個 你會懺悔 會禮佛 然後擺開 MT在子的障礙 作為人謙卑 把十三寶修好 常常說 對不起請原諒我 謝謝你 我喜歡你 四季良緣 去懺悔自己 那就不用障礙 那你抽籤應該都會很快 那以上呢 是個人的一個潛見 供大家參考 沒有標準答案 眾收婚姻 那顧問把自己所誰所知的 分享大家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媽子慈悲